谭博你好 你好 你回国多长时间了 15天 刚刚集中隔离结束了 之前在国外都做些什么事情呢 推动全球化 能具体一点吗 就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汇率的研究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那么汇率的研究和教学做一些科研吧 第二方面的话 其实是通过推动一些项目的落地 那我觉得呢 实际上也是推动全球化的具体实施 那现在回国有什么新的打算 我觉得是这样 回国了以后 我的打算还是继续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正确的事情 哪怕难度更增加了 还是要坚持 那么现在随着疫情的这个 产生和发展 有可能会长期存在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其实非常深刻的改变了这个世界 也包括改变中国 无论是全球的供应链 还是全球的贸易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或者说这种 我觉得这些东西 对于全球化来说 是一道新的挑战 那作为我来说 我觉得可能会做更多沟通 和我觉得这种这种 弥合的工作吧 嗯 那说到疫情啊 我们想 因为你在很多国家也走走走动过 那我想通过您了解一下 各个国家对这种疫情控制的举措和现状吧 呃就是这样的哈 我们有国内我回来以后 很多朋友跟我聊天 其实走两个极端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不对 一个人认为就是中国管控的特别特别好 其他都很差 一种人认为就是国外特别好 可能国内我们不好 然后呢还还还自吹自擂 其实我觉得这两种都是比较极端的 比较偏颇的 其实我看到的就是 首先我们国内管控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像韩国也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这个就是日本也不错 还有的话呢 我知道的话 中国的我们的台湾地区也是不错的 还有的话 德国相对也是可以 其他国家就相对可能会 差一点 然后我觉得最糟糕 或者是最可怕的 就是说相对来说的 就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 因为它本身有医疗条件 经济状况 本身的这种 就是政府管控能力啦 我觉得还是比较弱 所以的话呢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很好的度过吧 包括俄罗斯 我们比较比较近的 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 最严重的阶段还没有到来 所以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 帮到他们 国内现在疫情 疫情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啊 失业也好啊 或者在家没有复工也好 等等等等吧 对于这种一个现状 你给年轻人 年轻的朋友有什么建议吗 你问了个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疫情来了以后 我知道很多人失业 或者说很多人在家 很多的企业遇到了困难 各种什么的 这是事实 客观事实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人 其实积极的人 在什么时候都积极 比如说我知道有的人做消杀 就是把自己的公司一改做 那个消毒和杀菌的工作 业务非常多啊 现在很火爆 我还有一个朋友 做原来做传媒广告的 结果他现在做什么呢 就是做减肥计划 因为都知道 疫情期大家都在家里嘛 对不对 都比较 然后的话还有一些人呢 做一些就是这种 比如说中医按摩 或者什么的啊 因为大家待久了以后 可能状态了 或者说还有一些人呢 可能我知道的 比如说做一些这种心理沟通 或者什么的 比如说我就觉得 像心理咨询这个行业 在中国说火说火说有需求 其实这些年都没有起来 但是通过疫情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春天 反正我觉得包括餐饮行业 其实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一些 高质量的一些餐饮 现在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吧 最后一个问题 是关于互联网的 网络上呢 就是关于你的学历也好 你的各种履历也好 有正面和负面不同的评价 你如何看待一些负面的评价呢 比如说 你这么年轻 拿了这么多学位 关于这个问题 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 首先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因为大家都很忙 还有时间来关心我的话 我觉得 无论是正面和负面的 我都非常感人 第二个呢 作为这个负面呢 其实他可能呢 就是说 这是比较较真 比较有正义感的人 那我觉得是没关系的 真的就是真的 那作为我 谢谢大家